乾隆皇帝最爱的女儿就是石公主 但是公主的结局并不好 她嫁的是和珅的儿子风生英德 在乾隆皇帝嫁崩后 嘉庆帝就处置了她的公公和珅 石公主为了救婆嫁 多次进宫去求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跟这个妹妹关系很好 她对石公主说 妹妹啊 我从小就最疼你 到我从小就最痛恨和珅 皇阿玛决定把你嫁给和珅儿子的时候 我气得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最后嘉庆皇帝还是决定只赐死和珅 饶恕了风生英德 可是家庭的败落让风生英德很受打击一蹶不振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因为身体不好去世了 石公主的驸马去世了 她也不能再嫁 她只能自己孤苦地过完她的一生